又有华语电影来北美了 今天很荣幸收到发片方的邀请 来参加电影《正义回廊》的北美首映 这次还非常有排面的安排在了VIP厅 这可是我等屌丝多少年没有进来过的地方 片方简单介绍了一下之后 电影就正式开始 电影结束之后现场还有一些媒体的采访 小伙伴有认出他是谁的吗 好了 来到第二天 看完电影之后 我让我整个思绪沉淀下来 然后再把整个电影过了一遍 这种感觉我很久没在华语电影里面感受过了 顺便的话我就来念一下 我在豆瓣上面的一个文字点评 拍出了之前被消失的凶案想拍 但没有拍出来的东西 在时劳动汉的故事框架上 加入了当时人警方律师的情节 使得整个故事厚重了很多 办开放式的结局 让更多的人观影之后有了思考和讨论 从我的角度来说吧 我更愿意相信肥仔是有罪的 毕竟男主在20分钟内完成打包和经理现场 在我看来是百分百是不可能的 即便他事先有了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 电影中肥仔和虾头的演出 在我心目中已经预定了来年金下角的最佳男女配角了 尤其虾头那一幕有些突如其来的情绪失控 让我的神经一下子拉满了 直到公布判决结果的那一刻 我才慢慢松下来 相信如果我也是现场配成团的话 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判断 电影中玩了一些粤语梗 别说是粤语摩浴者了 但凡你对香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 少了点关心的话 都可能会不理解 但是这些小讽刺完全不影响观众 对于主线故事的理解 如果小白喜欢这类剧情电影 希望小白可以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 比心